在这个赛 丁俊辉对阵帕杰特 现在帕杰特开球 九局五胜 哎哟 一来就给了一个远台红球的机会 这一杆呢 还真可以打 真可以打 推下一枯起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可以的 还不会卖 打不进了这颗有危险 或者是中带有危险 看看丁俊辉怎么处理 希望上手就准一下 哎哟好球 来菜 这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丁俊辉 这下红球 再带一口红球带口 漂亮 你不会上手就要打117吧 就是一样高干丁俊辉对 是一个高干丁户 有一点直 我们这一杆看到有两个选择 第一呢就是 如果是很直的话 可以滴杆 滴杆回来之后 然后 一个左塞叫这一颗 或者是不加塞叫这一颗 加了一个左塞 大家都在喊钥匙7 不要那么着急 我们看看丁具会的发挥 这一杆好像可以 还行还行 丁具会恢复状态呢 是大家一直喜闻乐见的事情 感觉今天状态还不错啊 好久没看见丁具会 这样沉着冷静的比赛 不过他的对手呢 也是 没有排名 一共在职业生涯中 82年的选手 在职业生涯中 一共打过三杆过百 丁具会对付他呢 他完全没有压力 这颗还有没有单下 还有 顺带红球 不用带单轿 那么这一下就BK了吧 应该是没有单下了 好像还有单下粉球下面那颗吗 如果是一个向下的角度的话 正角度的话 那么回去打粉球也是够了 挺好的选择 可以推过来 可以推过来 这一下打粉球应该是可以可以这个角度 可以转到这里来 这单轿也可以 我们看看单轿的话要 要沾点不好搞 来了 看看效果不错 这一颗好像是挡住了 然后这一颗角度太大 这一颗中带还有的打 就会现在这一颗我们看不清楚有没有下 右下叫黑球啊 右下这个不好停球 角度点小 叫黑球呢 所以我们看不清楚 得上的顶住才行 拉回来 拉回来这样走 直接弹一裤叫黑球 左边的带的话是停不住球的 已经53分了 这个分数来得相当的快 今天看丁军辉打球呢 他的信心也非常充足 真的是很久没有看见这样的丁军辉了 谢谢大家 没有问题 这个可以直接过来到这里来 小细位看看细丁啊 不这样打 看看 哎呀有个厚斯诺 搅到旁边就好了 就担心这个 传球 要传球好像组合 每一个问题非常漂亮 哎呦一来就要一个单杆过百青苔嘛 对手就开个球 帕吉特今天变成了开球哥 现在已经超分 啊台面还剩68分 好的这一杆真的是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看见丁俊会这样的状态 我相信很多很多朋友都特别的欣慰 因为毕竟大家的 丁俊会在大家心目中啊还是中国的一个 这种状态打得四锦赛多爽啊真的是啊 还是中国斯洛克街的扛把子 终于快要回来了 对手 对手 一较 一较 也怕啥 哈哈哈哈 估计也是受到两个小弟的刺激了 随着颜柄涛和 赵兴彤的崛起 作为老大哥的丁救会呢 肯定还是多少有些触动 终架干要塞 漂亮来了 滴肝就要青苔已经过白 看看这一竿 走两库还是直接登 两库就这样走 直接登就直接上 走两库 流畅 整个非常的流畅 看着伤心悦目 这才是 我们阔别已久的丁救会 看到丁救会的这种发挥呢 相信各位朋友也是 非常的开心 好 青苔138 我们开心就会打球啊 它的控球 吸引力程度很赏心悦目 真的是 漂亮 可惨 唉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我们在台湾 来 好 谢谢大家